大家好 今天开始我继续给大家分享概率机器人相关的知识内容 之前虽然讲过几节 但是发现之前讲的实在有点太烂了 逻辑上上下不是很惯例 今天开始再重新按照自己的理解 结合自己的研究来重新再讲一下 这次并不按照概率机器人书上流程来进行讲解 来分享 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习惯来给大家介绍 能介绍多少 这个我也不确定 毕竟我自己对概率机器人这本书并不是完全理解 只能说理解个大概 再加上我自己的学习任务 以及写论文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能不能有时间 这个也不好说 这个系列的视频能继续到什么程度 这个也没法说 只能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 因为在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准备的过程 也是自己梳理一下知识结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机器人以及大家以下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开发环境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机器人的使用案例 看一下看这个 这个在我那B站上也有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参加比赛是我自己用手机拍的 这个视频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频 而且这个主持人讲的也特别好 讲的特别生动 左边这个提完就等了 左边这个提完就等了 这个基本上不用介绍吧 两个队在GPU比赛 一个是一个队叫OdenOden子 另一个队忘了叫什么了 左边这个是OdenOden子 对 现在是两对一的局面 然后这两个准备要进行shoot 右边这个是需要防守的 他应该走到这个枚块的位置才对 然后这个Oden子他们这个对这个人就准备进球了 准备进球了 这个就属于 就是人形机器人嘛 就是把机器人做成模仿人的一种机器人 这个去年去年的前年我上过这么一课叫 像人一样继续这种研究 这时候就要强制来重启 退色了 退色了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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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队很强啊 这这边队呢 既然倒了 他又自己能起来了 我发现我在这看了好多队 好多既然倒了 他就不起来了 但是这个起来 好多既然倒了 感觉对面好像都 都吃绝了 刚才还是三比一 现在三对一 现在三对零了 没有一个 好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比赛 我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他那个估计是在天上 顶上有时间操作 来进行对这个机器人进行识别操控的 不是操控的 叫什么 进行识别 这全自动化的机器人并没有人在操控的机器人 下面这个我知道是怎么做的 这个我们就快进一点吧 这个我们就快进一点吧 这个是那个有一个Tidy up的什么一个任务 把这些物件归类到这些容器里面去 这些托盆 这些箱子里面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看吧 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的那个机器人 已经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了 这些就是机器人的一些应用 我觉得这些应用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说我对这一块也是非常感兴趣 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运动 那个机器人的定位导航 以及那个人机交互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来一起学习探讨一下 这个其实我自己其实对一些细节 并不是很了解 没细看 很希望在讲这视频的时候 能够把细节看 能够仔细地学习一下 虽然这本书 这本书 该对机器人的书 我读了 我读了也有 算英文的读了一遍 日文的读了一遍 那中文的没读过 大概也有读了两遍吧 基本上 不是很理解 不过呢 也不妨碍继续往下讲 我主要是以代码的形式 以时间的形式往下讲 理论呢 可能我的理解不是很到位 毕竟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抠每个细节 每一个每一块都有很多的算法 这个一块块的看呢 这个实际上也不太现实 比方说 他最后有一张叫做 叫什么 强化学习的有部分内容 我大体上能看懂它是干什么 但是让我自己写的画 现在写不出来 这想要弄明白那块 估计得看一下 再看一下强化学习的那些东西 嗯 才行 我顶多只能看明白 它是它是 呃大体干了些什么 那自己开发的话 感觉还是 前着火候 嗯 总之呢 嗯 能讲什么就讲什么 嗯 可能讲的很慢 很细 嗯 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 理解的可能不是这么全面 所以说必须讲的慢点 系列 嗯 如果我能更好的理解这个 这个概率机器人的话 可能讲的更加系统逻辑一些 嗯 嗯 不过 现在就这样了 就这么 我想讲吧 因为时间有限 能讲多少算多少 这个 这个 因为 因为没有 学习时间也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就得 考虑以后的生活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环境的搭建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这个Person的一个开发环境 需要能运行Jupyter Notebook 我之前 有一个视频是在讲OpenCV 大家OpenCV的Person的开发环境 你可以 如果对这个开发环境搭建 不熟的话 可以看这个 Blog 嗯 就是这个Blog 以及这个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视频 安装完Jupyter Notebook之后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Jupyter Notebook 这个应该启动起来 在这儿 这里要比较需要注意一点 这地方 你不做配置的话 Morning的时候 Morning的情况下 是没有那个 康大虚拟环境 你建的那个 呃 Person的环境 所以说 你需要用这条命令 把这个 虚拟的环境 将在上面 我建的环境是叫Robertox 然后在Jupyter Notebook 这样你在New的时候 你会看见这个Robertox这个 不然的话 你可能只能看到系统上这个Person 3 其他的估计你啥也看不到 这个是以前写的 我们新建新建一个 NewRobertox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环境能不能用了 找一个例子 找一个例子 OK Round 这个环境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吧 呃 为了 不把视频 录得很乱很杂 我想每一个视频 就专注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来 来介绍 好 啊 今天这个视频 呃 就介绍一下机器人的一些应用 以及如何配置这个 开放环境 然后我们下回来讲 然后我们下回来讲 来绘制这个世界座标系 以及 以及 嗯 之后呢 我们再绘制这个机器人 把这个机器人的房间环境搭建起来 OK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好 好